现在带您看到好莱坞 很多人对于好莱坞第一个印象 就是世界一流的大牌明星 还有融合高科技的特技场面 跟高成本大制作的影片们 不过随着国际市场不断的扩张 好莱坞也渐渐的向年轻的电影人招手 刚刚落幕的洛杉矶国际短片电影节 就给许多年轻华人一个展露头角的平台 台上侃侃而谈 年轻电影人最缺的就是机会 洛杉矶短片电影节创办人 罗伯特·阿伦兹这19年来做的事 就是要给年轻电影人 一个可以放映短片的交流平台 而更难能可贵的是 由他所向众的电影中 已经有44部参赛作品 获得奥斯卡提名 其中14部短片 更拿下过奥斯卡最佳短片奖 而看好全球电影发展上 有越来越多中国影星与投资人 争相与好莱坞合作的大趋势 包括有华人影星赵薇和黄晓明 在星光大道按下手印 以及阿里影业高调投资好莱坞大片 跌中跌五等 这些都让罗伯特·阿伦兹 与汉海文化总监张其东认为 要更加重视广大的华人市场 现在中美之间特别需要这样一个平台 来让两边的互相的市场的需求 然后增进了解 目标要从超过8000个参赛作品当中脱颖而出 甚至未来有机会 能拿下奥斯卡最佳短片 其中一部华人参赛作品 曼陀罗的制片人 还感谢国际短片节提供平台 让他们亲身学习到 好莱坞电影的制作模式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 来展示我们的中国元素的故事 和中国的传统 当我们的所有故事 回归到最原始 最本真的核心的那一层面的时候 所有的东西都是超越国际 创办人罗伯特·阿伦兹 回后热情与华人学生对谈 不只期待未来 能看到更多短片来自中国 甚至也能有机会去中国 举办短片电影节 东森新闻江开塔英侯文 在洛杉矶的采访 和亚法衆兹 请不吝点赞 宝明